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2日 星期五 大家好 今天是聯合廣播的 由於 我們要在 倫敦開會 所以聯合廣播 今天也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 我覺得這是整場 雨傘革命的 第二個階段進入 其實是 整個時代革命 其實雨傘運動也是一個階段來的 只是經歷了這個魚蛋革命 再變成這個時代革命 其實是一個 中間是靜止了一段時間 但其實人心是沒有死的 直到今天7月1日 2021年7月1日 中共建黨100周年 香港淪陷24年 今天竟然是發生了一件 香港應該是 未往也沒有試過的一件事 就是一位殉港者 一位50歲的男士 用一把刀刺香了警員 之後 自己插自己的胸口 我們 這一節 心情很沉重 早兩小時 早兩小時 知道這個消息 很沉 其實是很沉 我們講講新聞之後再跟大家 詳細分析一下 現在的形勢 7月1日晚上 其實警方在多個地方報房 銅鑼灣 曾經 拘捕了兩個去買山的主婦 兩個主婦就說我做清潔的 本來也沒有錢 還被你們罰 然後看到 警察衝進去 在名店房裏面 衝進去好像拉葉繼歡那樣 原來有兩個年輕人 最多5個14歲 兩個小朋友在那裏買衣服 突然間有警察衝過來 最後警察肯定知道自己 搞錯了的事 放逸 沒有抓到 現在的警察 還沒有去到晚上的單位 還沒有去到晚上 每次被人拿刀襲擊的單位 其實他們已經高度緊張了 之前我們還在香港的時候 那幾個月 警察是不敢 兩個人的 起碼只有6個人以上才敢走出街 那時候是因為抗爭激烈 那時候是因為抗爭激烈 經過了現在的國安法之後 好像被他們撲釋了火 他們覺得自己贏了 晚上大約是10時左右 在同學灣SOGO門口 這就是大門口 一位軍莊警員 懷疑 中都 地下樓有很多血跡 因為那一刻也刺得挺硬的 然後 一群警察就撲過去 把施襲者按下 其實這個施襲者 我後面再看一條片段 他是自己走到牆壁 因為他也刺了自己 然後自己走到牆壁 自己頂不上倒地 然後警察才過去 然後他就送到勒敦寺醫院 搶救無效 死亡的時間應該是11點20分 大家要記住 2021年 7月1日 11點20分 即是香港第一個烈士 梁凌傑當然也是烈士 但是 性質不相同的烈士 真正現在 是拼死反抗的烈士 梁凌傑是 反修例運動的 一個烈士 所以階段是不同的 階段不同 現在這個 可以說是香港最新一階段的抗爭 這個抗爭 已經到了以命相搏 真的可以說得上是革命 古語有雲 民不畏死 來何以死俱之 現在香港人 不要命跟你搏 我覺得這個其實醞釀了很久 這件事是醞釀了很久 再去到近 近這幾個星期 做《低蘋果日報》 抓了很多人 樣樣得意 也不僅如此 這件事不是 令人最憤怒的 還是把那些 全部做 惡行的人加官進鎖 班大紫荊紛 金紫荊紛 九法官 一大堆人渣出來領掌 打壓市民 鎮壓市民的人 升官發財 這件事是加速了 我認為是促成了這件事 沒錯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經常都說過歷史 其實就是在冒縮維新之後 慈禧發動政變 將光緒重新軟禁 然後就殺了這群維新派 其實沒有殺了的 有幾個走掉的 康有為走了去日本 捉到的就殺了 最有名的譚志彤 高佬經常引用的 他可能很想做譚志彤 譚志彤 說了 去留肝膽兩崑濃 他已經餘死了 問題就是 別人去 扶死 那個程度是因為當時他們 是出於那種 希望政權改善 他們是希望光緒 君主立憲 希望滿清 為了人民著想 學英國的大顯章 外國的日本軍 軍主立憲 然後把政權交出來 使得人民 有一個民主的國家 但是 這個當權派當然是不願意放權出來的 武力鎮壓 自此之後 沒有人 再說這件事 沒有人再說希望這個國家改善 我們希望你好啊 其實香港也是 由雨傘運動 正在喊真普選 真普選就是因為你基本法發射了我們現在要追回來的一條債 然後再去到 魚蛋革命 就不是說那樣了 魚蛋革命也真的可以叫得上是革命 你現在看得到 因為他是由 魚蛋革命再去到時代革命 其實是一以貫之 由那時候開始大家知道 不用說那麼多了 對著你就是頂尊的 其實是要反抗的 到了19年開始有汽油彈 在10月之後 19年10月才有汽油彈出現 很遲的 因為7月8月9月都沒有的 到10月才有 到了汽油彈出現之後 人們會一路一路升級 當然 我們的力量 我們的武力絕對不及警察 我們的訓練也不夠他 裝備各方面的資源 人們出著糧來跟你玩 但是 其實我們的心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要改變香港 我們要救回香港 而他們不同 他們是一班既得利益者 他們當然是不讓你有任何改變的 他們不希望 他們手上的娛樂讓你搬走 現在說到西方的說法 他們覺得他們手上的娛樂正在給你動 我一定要殺死你 否則你會搞我 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也要跟你拼命 因為你將會影響我們下幾代的娛樂 我們永遠都可能沒得吃 只是給你吃光 所以現在也不僅 也不是純粹 為了下一代是 但是那個是原則的問題 也是復仇的問題 也是最重要是報仇 經歷了兩年 我們香港人被他們打壓得那麼厲害 他們還說國安法 當香港人是新疆人 最可恥的就是這班人自己本身是香港人 當然現在我們不會承認他們是香港人 但是原本這班人 就是在香港長大的人 這班含家產 含家產 新疆人也很少 圍圍奸的 通常都是漢人來的嘛 逼去的人 很少圍奸的 當然有少去啦 其實我覺得今晚 再蓋上這個 一個時代革命 到了另一個階段 第二就是香港的民族意識 是更強了 我們現在清楚知道哪些是香港人 哪些是港姦 哪些是來自大陸 政權的人 分得很清楚 這次 我們有一個消息 要跟大家說說 即時收到消息就是旺角方面的報料 因為我們在香港也做了很多事 眼看的報告 他們說 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有甚麼是兩個字左右呢 本來有一群警察就打算掃狗烏團 去那邊就拘捕人 但是收到這個消息之後 立即收隊 他們甚至乎 特意避開 特意走 走烏團對面 也不敢走過去 發生第二次 因為他們 完全分不了 其實現在那些餐廳不懂得分的 他們哪些是勇武 哪些是和理非 其實是完全不懂得分的 現在就是講得明白 不是明都明昌 不會再 約了跟你在一起 以前就是 現在你是港共政府促成 以前就是約在一起 在黃大仙集會 例如 在農場道大家開球 本來就是這樣 約在一起踢球 現在是他不斷洗橫手 用盡那麼多一種卑鄙無恥的方法 才逼到這樣 其實你是逼人反台 你已經抓起抓到 籤又出了 兩副啤牌什麼都拿齊了 他已經做到這樣 本來是約你出來是經濟的 大家星期日約了郵幸 跟你練一場 當你不讓人家有 有一個 出氣口 或者不讓人家發聲 其實香港人的要求很卑微 現在我覺得 還有一些市民舉個五一手勢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其實裏面的東西要改了 因為裏面的內容 已經完全不是現在的時代 可以接受的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接受到五大訴求 這是肯定的 不過是習慣了 其實有時候他們習慣了手勢 現在不是的 今天和明天大家可以做的 穿黑衣服 這一位是烈士 這位將會是香港革命的烈士 這個一定要大家記得 以及他是我們的民族英雄 這個香港的民族英雄 這個是肯定的 我認為真的到了另一個階段 這個而是港共做出來的 你連最 和平的人都不放過 蘋果日報已經是最溫和的 最溫和的人全部被抓了 然後你就在家觀盡著 在開香檳 在搞黨慶 覺得香港沒有人反抗了 覺得香港沒有人反抗了 這個我們也要再分析 分析多節的 此為止 這一節先說到這裏 好 拜拜 拜拜